大家好,我是懷孕中醫診所吳正義醫師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睡眠 大家如果想到睡眠品質不好 第一個想到的都是失眠睡不著 但其實像是夜間頻尿、多夢、輾轉睡不好、淺眠等 這些都是睡眠品質不佳的狀況 因此要如何提上睡眠品質呢? 就由我來為大家做介紹 第一個是盡量避免在睡前使用3C產品 因為3C產品產生的藍光會刺激大腦 讓荷爾摩分泌旺盛 因此你的精神會越來越亢奮 第二個是盡量避免晚上睡前喝太多的水或飲料 這樣都會讓你夜間會有貧尿的狀況 第三個是均衡的飲食 攝取足夠的維生素 會讓你的體內代謝越來越好 第四個是均衡的運動以及充足的睡眠等 第五個是保持良好的心情 唯有精神壓力減緩了你的才能做好充足的睡眠 那如果還有相關的有關睡眠的部分呢 狀況也歡迎來還原中醫診所 由專業的中醫師 我們可以針對你的體質還有狀況 使用中藥或者是針灸的方式來補換 來協助你幫助你的睡眠狀況達到更好 還原中醫診所感謝您 就會記得要就這樣看 繼續辦 所以我們可以在採 邊邊 然後再跟人們的湯坐 然後這樣看 我現在有點有的